你傳送表單裡面你可以把這個最後的結果內簽在哪裡呢 內簽在你的手機畫面上面 上禮拜就有同學真的蠻認真的 馬上就把它放上去 馬上就可以看到結果 而且甚至還可以馬上把它改成不一樣的樣式 不一定要長的根 就是你背景不一定要用內建的 你可以改變 只要好像是不是裡面的ID就可以了 這裡面的什麼 樣式改變就可以了 OK所以也可以改改起來 完全看不出來是Google的表單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他的資料存在哪裡呢 其實就存在旁邊 會有個意見回覆的內容 這邊就會有相關的資料 那我是試填的幾筆 填完之後就會在這 等於是把Google的身材表當資料庫來用了 那其實說真的很夠用了 坦白講你說這樣他自己架Server 架WebServer加SeqlServer太累了吧 那這樣就好了 而且 你的需求只是要讓客戶填資料 何必要弄得那麼麻煩 你說真的就像說你要架Server 你用現在流行用比較好 有點像拿大炮要打小鳥 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不需要嘛 你只是說你只是要填資料 那用這種方式 另外這個有個比資料庫更棒的功能說 如果你希望有人填的資料可以通知你的話 那有個功能 這個也是因為我這東西用很久了 我才才知道這個功能 一般的好像也不會特別去用 那那個功能通知功能後來不是在這個頁面 而在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哪裡呢 工具裡面 通知規則 這個太好用了 因為我現在都這樣用 只要有人填資料 進來之後有沒有 他就通知我了 那就傳一個mail告訴我 我看一下 有 有一些訊息進來了 那我再去看一下 他而且會寄mail給你 順便連結到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人家留的訊息 那這個對於很多地方都非常好用 只要表單 他只要提出需求 你就可以馬上跟他回應 上面也許有電話號碼 你可以馬上跟他聯絡 所以客戶如果假設你要在線上接案的話 你也可以弄個這個 對馬上通知你馬上問他 找跟他約時間 不用約時間 也許他你的那個表格設計越好 你就越清楚他到底要什麼 然後再去跟他回覆一下 email回覆一下我什麼方式 那回這個地方的話 通知規則就是說 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電子郵件立即 然後呢 在什麼狀態呢 在有 使用者提交表格的時候 就 send一個mail給你了 那這邊不用填mail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帳號 就是你的帳號碼 只有你 所以他自動會沒有到你的信箱裡面 非常的好用 我很多表單我是這樣用 所以只要有人填 像我那個什麼部落上面有學習簽到布 有人 半夜也會在簽到 他也會先沒有給我說半夜有人學習 諸如此類的 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我覺得比那個 比你自己寫那個動態網頁還要更好用 動態網頁寫半天還沒這個功能 對不對 而且那個動態網頁第一個你要架web server 第二個要安裝一些一些相關的程式 比如asp.net你還要去加那個asp.net的相關的元件上去 然後在server database server你可能就是架 sql server 不然就差一點用sql server express 那如果用php的話你也是要加一個php的看哪一種吧 apache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也要去維護那個mysql 對不對 那你還要擔心會不會被駭客入侵 如果說你是用XP架的 是以前有人用php架在XP上 你要擔心現在微軟已經不維護了 那隨時可能會被攻破 對你又要再去想那些防火場的問題 麻煩的 那如果有這種問題 而且你的需求非常簡單 就只是取得客戶端的一些簡單的訊息 然後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個怎麼做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你到雲端硬碟上面 雲端硬碟的位置應該都知道 Google上面的雲端硬碟 第二個的話 就到這邊建立一個什麼 表單 第三個就是看你需要什麼 你就先想好 標題 副標題 是什麼資料 比如說名字就單行雙行 單行雙單行多行這些 這邊的話你可以單行多行單選核選 大家大概我是會用上面這三個 其他大概上面四個 單行多行單選副選大概就夠了 然後 然後按完成 需不需要一定要填 如果需要一定要填的話 這邊要打勾 Email信箱如果有驗證規則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進階的地方點下 這個功能 也是新的 而且目前我看坊間 還沒有一本書是專門講這個的 其實與其教你們去寫那個 ASP.NET 或者是PHP 導入先教你們這個 這個就一下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了 而且很多很多公司根本不太需要 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還是要去架那些 server 如果懂得用這個方式的話 這個用多行的 進階裡面看需要什麼 一定要寫資料的話 你可以文字最少要寫幾個字 最少要寫十個字 如果沒寫十個字 可以顯示錯誤出來 這也可以驗證 你看 發現 這個以前在在用那個 PHP或ASP的話 花很多時間 這個都不用 那就傳送表就直接完成 就傳送表單 那傳送表單這邊就有一個連結了 將來就把這個連結 放在那個超連結上面也就可以了 把這個連結 將來我可以再把它放在QR code裡面 把放在那個go.go 所以你們第一次上課有填問卷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做完之後 不是馬上有個圖表有沒有 也是用這個做出來的 這東西太好用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順便把它 把這個地方再補充一下 那等一下 請各位再 看開啟那個範例檔好了 我們範例檔裡面的 我們本來在第四章的範例檔裡面 或者你在開啟那個我們範例檔裡面 建一個新的 網站也可以啦 那個網站名稱叫google map 我們等一下看那個google map的範例 那google map可以做到什麼效果 你會覺得很神奇 就是首頁裡面 你可以把所有你覺得喜歡的景點列出來 如果說你要讓人家知道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點選它 跳過來之後的話呢 位置就出來了 這邊也可以去改成衛星 也可以改成地圖 兩種模式 放大縮小沒有問題 移動沒有問題 而且很順暢 接近也沒有問題 有沒有 這個應該很OK了 關閉回到你的 這樣子 所以以後你可以想 你們家附近啊 或者是你熟悉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景點 你就可以來做景點介紹了 所以這個這個範例在旅遊業的話 哇非常的 很很好推 你說乾脆找那個旅遊業 然後你旅行旅遊業的app有沒有 通通一網打進了 全台灣所有都沒做完了 對以後就找到就是找 旅遊app這個關鍵字 都會找到你的話 哇那我看這個機會 等於你可以當公投了 甚至可以轉包了 因為最後都找來找去找到你了 那這個範例要怎麼完成 其實坦白講 這個我剛開始看到這個這個範例 我覺得哇太神奇 因為以前用那個 Java的方式寫的話 真的是太麻煩 麻煩到不行 麻煩到真的是抓狂 而且他又改版了 改版之後 又要重寫了 重重新再來 但是這個是不用去註冊 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實在太好用了 好這個東西 坦白講 用這個技術來做 真的 該有的都有了 能做到的也OK的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出來 我們等一下再逐步的再跟各位做說明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那個 雲端白板的部分 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那個雲端白板那個部分的表單 也是太好的一個技術了 真的 如果自己有在做那個 有在用SERVER的應該都知道了 其實大部分的需求都很簡單 需要客製化的部分 其實真的是比較少數 你可以如果不需要客製化的東西的話 你就直接用那個來做 就可以解決很多事情了 甚至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包在你的APP裡面 包在APP裡面的話 User也不知道說 你是用其他什麼樣的技術做的 但是你又可以達到 讓使用者填完資料 通知 寄到你的信箱裡面 所以等一下你們就可以試試看了 填了資料 你的email 你的手機就收到 你就會看到有人填資料 所以這個感覺還蠻好的 所以你就不用Standby在那個地方